不好意思,Emma 我已經決定了不會過檔的侵略 不是錢的問題 我想清楚就不走 對不起,打算幫我加濕氣加水 不小心聽到 不要緊 我有甚麼怕被人知道 我現在簡直要跟全世界的人說 我剛剛拒絕了Emma的邀請 不會過檔的侵略 其實我也收到風 聽到你會拔人過檔 我以為你真的會過去 其實本來我真的決定離開 但今天出職,遇到Emma 然後我改變主意 為甚麼 是一個眼神 Emma呢 是正哥 他今天看見Emma對著我笑 在那一刻,我真的想找你 我樣子壞得不敢看著正哥 他有時的眼神是挺凶狠的 不…我平時不是這樣的 但今天是我心虛 其實我心裡知道Emma不會有一個好的老闆 她當眾打打正哥,一點也不會尊重人 如果我真的想要幫她的話 可能我一點尊重人都沒有 所以今天正哥看著我的時候 我又不想讓她知道 我為了錢,連尊重人都不要 所以在那一刻,我選擇如牙勒馬 你有沒有覺得很傻 打工仔出來為錢的 當然了,我竟然是這麼想的 不是很多人像你這樣 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喂? 你好,我是保證錶行店員 請問是不是易浩宜先生? 我是 你訂的星辰錶已經翻貨了 你是不是搞錯了? 我沒買錶 是楊先生幫你訂的,他已經付了錢了 你說楊先生是不是楊逸靜? 是的 好,我待會下來看,謝謝 靖哥送了一支錶給我 原來他還記得我喜歡星辰錶 恭喜你沒選錯 幸好清醒得快 如果真的簽了那一遍,我真是醜 請問一下 中秋,有空說兩句嗎 好,你說 蔣先生今天午餐 突然改了去SX Club 其實他是否預先計劃了 應該不是 他之前去到SX Club 也叫過簿桌留定招牌賽 今天也沒有 他早上還跟我說 午餐去金樓吃雨鴿 看來只是想臨時轉場 為甚麼要這樣問 他今天在SX Club門口 被記者打電話 我懷疑有人報料 不知道,還要查一下 行了,謝謝你 靖哥,錶譜打給我… 等等 今天蔣先生在SX Club門口 被記者打電話 你會否說有人報料 我真的不清楚 我收到一封 之前Emma說你過多 你還有其他同事 會否跟這件事有關 我之前只是說說而已 而且我怎會這樣做 讓我收機看看 你不相信我嗎? 你要查一下報料 你做事有你的原則 我易浩然也有 總之出發靠人的事 我絕對不會做 好 靖哥,你懷疑今天記者幫忙的事 是二號賣料的? Emma說過她的過檔 我這個是合理懷疑而已 沒事,你去收 我們先走了 你誤會了 二號已經拒絕了Emma的項目 打算留在公司 我們隊員之間的事 我想不需要其他人給意見 那作為同事 我看你誤解一個忠誠的下屬 是否可以出聲 她拒絕了Emma的項目 跟她是否忠誠 這個是兩回事 而且出了問題 作出調查 這個也是我的本分 如果她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情緒 配合好工作 這個才是忠誠的表現 我想你對忠誠這兩個字 了解不及好心 為什麼這麼說話? Charlie也好心而已 是我當時越貴 你真的要辭職嗎? 你真的打算放下阿正嗎? 不到我堅持 她現在看到我便起勢說 留在這裡不是想大家辛苦 她的仍然就是這樣 一旦不喜歡就完全不理人的感受 我媽媽以前經常說她是屎坑石 又硬又臭 那我沒怪她 她突然之間知道自己有這麼大的兒子 接受不了也正常 反而我擔心她呢 她現在對其他兄弟 都像對我一樣 一點信任都沒有 每次懷疑人, 做人真的很辛苦 她覺得藏起來, 跟別人保持距離 這樣才有安全感 遲時我跟兒子回英國了 她現在最信任的是你 你多開解她 我才跟她剛剛吵完你 好 不過很少試 轉頭就沒事了 再過幾天, 我再跟她聊聊 但你真的要回英國嗎? 不就這樣跟阿正分手 你不覺得可惜嗎? 當初我只是想了解她是個什麼人 現在知道她是個好人就夠了 你記得去到英國 要繼續找我, 知道嗎? 一定, 你還不用說 你別貶罪了 乾杯 我們更好的生活 好 乾杯 別說了 說你吧, 你和田聰怎麼樣? 你不用一提她就笑成這樣嗎? 是嗎? 跟她在一起真是很開心的 不過唯一不開心的就是下雨 因為一想起她會淋著雨地送外賣 我就覺得很心痛 你說如果我叫她過來幫忙好不好 起碼不用曬雨淋 我叫她媽媽 不過我要她過來幫我打工 會不會很傷心她呢? 你就直接問她吧 我叫她來幫我打工 但是聽說日本男人很要面子 我怕我問她, 她會不開心 你看你多顧她的感受 也是的 但是…不知為何呢 我覺得跟她一起的感覺很實在 所以我相信她一定不是渣男 而且我相信跟你在一起 一定會很幸福 你要相信你自己, 我也相信你 其實我現在已經覺得很幸福了 有田中, 有你, 有Anson 當然了, 但如果阿靖 她也可以簡單一點 讓事情不要那麼複雜 開心一點就好了 以前是因為她媽媽 現在是因為你 你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小鈴鐺, 訂閱吧 www.bp